市長好像有電視台現在有主播傳說這個親戚有確診 那目前有掌握相關的情況嗎 那他這個親戚確診親戚是哪一個暗號 那這一個部份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得知的是目前他是在自我健康管理 那我們會採取已經他們已經採取一網信的一個清修 市長昨天公佈的案例當中好像有一位是雜誌編輯 而且足跡蠻多的 但是好像大部分在台北市 那現在這個疫調的狀況到底如何 這個新北市在疫調的過程當中 匡列的目前是40個人 那採檢出來的東西也許 當然還是會持續擴大採檢 那目前其實這個個案對新北市來講 我們還是在穩定的掌握當中 亞東醫院有一個患者跟陪病的家人 是確診良性個案 那我們馬上啟動疫調 同時針對醫院的病房的所有的患者 再加上醫不同人 那採取PCR都是因 甚至包括他的家人也採取了都是因 那目前整個感染源我們還在釐清當中 那目前所有的接觸者都是因 所以大家繼續的不斷的希望把這個案件釐清 那亞東醫院已經是兩波的 亞東醫院最近已經是兩波的疫情了 那是不是在流程或是SOB上可能有一些問題了 目前我們跟亞東醫院 整個都是持續的在做好整個 醫院的一個落實管理 更重要的是 醫院在這個採檢目前為止 經過這幾波的大採檢都是因性的 所以上次的基因定系也有定系出來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會 再進一步的去要求釐清 那相關的有沒有其他的接觸的基因定系 再來做一個詳細比賽 市長這兩位確診者的CT值大概是多少 那有可能是跟這個護理師有接觸嗎 之前的護理師 目前都還在釐清當中 CT值的部分 CT值我記得是19 兩個都是19 這個另外我們再查一下 我記得是一個 不然這個CT值我再查清楚一下 都不是很高啦 大概都10幾或是12% 在這個規模上 我們再把它理清楚 連派有可能是院內感染 目前這個我們都 目前我們都在調查中 CT值 那個亞東醫院的 病患的CT值是22% 家屬是28% 那這個CT值還是具有一定的存播率 所以我們還是要謹慎地面對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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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